都2023年了 你不会还只知道窗帘一层布一层沙吧 梦幻脸 香格里拉脸 风潮脸 百叶脸 柔沙脸 这些功能窗帘也都被大量使用了 而且效果也是很不错 今天我用一个视频 把这些窗帘的特点 分别用在什么地方 一次给你讲清楚 快点赞收藏了 第一 梦幻脸 可以说是神仙效果了 我个人也很喜欢 它是布和沙结合的垂直叶片 可以实现180度调节 透过的光 有梦幻般的光影效果 窗帘拉上 室内自带滤镜效果 很适合大裸地床 一般是单片式的组合安装 每片都可以单独清洗 可手动也可以电动 属于半透帘 不能单独安装在卧室 第二 香格里拉脸 这种窗帘也是很受欢迎 它最大特点是 柔化光线 通过调整叶片进行调光 也是出现朦胧温柔的美感 香格里拉脸 遮光率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透光不透人 适合中小尺寸窗户 用在书房或衣帽间 这些对遮光要求不高的空间比较好 第三 风潮帘 风潮帘分为半遮光和日夜风潮帘 半遮光的效果有点像香格里拉脸 日夜风潮帘是可以用在卧室的 原理就是把半透光和全透光的布料 结合在一起 通过上下调节 实现两种模式的切换 室内有些特殊情况的 比如梳妆 梳妆台在窗边 安装正常的布帘会出现桌子不到墙 或者堆在桌面上 整体不够美观 就可以用到这样的日夜风潮帘 颜值和功能共存 第四 百叶帘 这种金属百叶帘 一定要选择窄叶片 相比传统的 颜值会更高 百叶的遮光率一般 但是金属材质 防水耐磨和清洁 适合用在厨房和无声间 最后揉刹帘 可以用在厨房 不推荐用在无声间 它属于卷帘的升级款 但是拉起来以后 上下会有错位空间 特别是楼间就比较小的 可能在楼上会错位 看到无声间以内 好了 如果感觉我的分享都有用 我点个赞吧